有些盛事真的不可以用錢買回來 大家猜不猜到是甚麼性質的盛事 今天就和大家揭竅這個答案 不知道大家身邊有沒有朋友 是特別喜歡去追趕天文現象 在哪裏有特別的景象出現 真的會親自去到那裏去欣賞一下 去經歷一下 這方面說真的我沒有特別大的興趣 但我身邊真的有好幾位朋友 真的會這樣做的 有一位來自荷蘭叫Willman的女士 是其中一個很喜歡追蹤日食的發燒友 他曾經看過五次日食 為何他那麼鍾情欣賞這個日食呢 他說當日食開始的時候 會感受到一種沒有辦法抗拒的平靜 好像籠罩著自己一樣 還不會聽到任何的聲音 他說這個是簡直一個神奇的體驗 他是一個百分百資深的 忠情與日食的大粉絲 這次難得一見的日食食就在北美登場 不少不同國家的人都蜂擁去到當地 想說感受一下這次的天文現象 在美國 阿肯釋州 還特別有三百多對情侶 在這個名曲 A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當中是互許終身的 的而且確日食是一種罕見而壯觀的天文現象 發生了甚麼呢 就是當月球經過太陽正前方的時候 在地球上觀察這個現象的人 就能夠看到太陽被完全遮蓋的景象 今次在北美洲出現的日傳食 在覆蓋的範圍 包括墨西哥美國15個州份和加拿大東部 在北美洲的日傳食 在星期一中午過了之後就已經開始了 最先就是在墨西哥太平洋海岸出現 接著就向東北方向移動 穿過美國15個州份之後 最後就在加拿大的東部紐芬蘭 Newfoundland那裡結束 全日食的路徑是包括大城市 比如特拉斯 紐約 水牛城都可以看到 全美國大約有3200萬人可以觀賞到 這個難得一見的天文現象 這次日傳食的長度大約有4分鐘28秒 是2017年以來第一次 是第一次橫跨北美洲的一次日傳食 下一次北美洲這個景象 何時會再出現呢 就要等到2045年 物理學家組織網近日有一段報道 說科學家會藉著這次日傳食的機會 對一個叫做日面 觀賣的臉 日面的現象進行生物的研究 那日面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太陽大氣層包括有光球層 一個釋球層和日面 而日面就是太陽大氣層最外的那一層 通常是看不到的 但是當月亮從太陽正前方經過遮擋了它的時候 日面就會以一種非常之特殊的方式 顯現出來的 科學家就很想了解多些這個現象 因為日面在發生一些現在科學家 都不完全了解的事 日面異常的高溫到現在 仍然都是科學界一個大謎團 我們提過有三個層次 光球層的溫度是可以去到攝氏5500度 釋球層的溫度是由攝氏6000度到4000度 但是日面的溫度是可以高達攝氏100萬度到200萬度 科學家也會研究一下一傳食 對動物和人類行為的影響 因為在日食期間地球的動物 都會出現一些令人震驚的異常行為 比如長頸鹿會開始奔跑 攻擊、蜥蜥蜀會突然之間猛叫 另外動物對溫度和風的敏感性 都會在日食期間顯著下降 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人類的反應 加州大學 歐盟分校心理學教授保羅比夫表示 日傳食似乎能夠將人類 和比自己更大的實體 連結在一起 至於日傳食對人類行為的影響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醫學教授唐納德·雷德爾·曼爾 3月25日在美國醫學會雜誌 內科學卷的雙手行上 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 根據這個報告 在北美上一次日傳食期間 美國致命的車禍數量是明顯增加的 究竟背後的原因是甚麼呢 亦是這次研究的目標之一 這個連錢都買不到的城市 不同界別都會去到盡想佔用這個機遇 美國政客當然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去爭取一些政治本質 現在美國大選在職 拜登發佈了一段在白宮露台戴著 保護眼睛的眼鏡 看這個日食的短片 還提示大家要保護眼睛 不過與此同時 都趁這個機會 夜餘一下自己的對手特朗普 在特朗普2017年沒有戴護目鏡 直視太陽的短片字幕上寫著 享受日食 但安全第一 不要傻 不少地方的人都體驗過日傳食 印尼和亞太地區幾百萬的民眾 在2016年都試過一次 部分地區更加在日食期間 是完全漆黑一片的 在日傳食到來的那一瞬間 直射的太陽光真的會被完全阻隔著 日後忽然之間就變成好像夜晚黑 在印尼的墨鋁洞 民眾就聚咒在海灘那裡 當時就見證這個神奇的體驗 同樣都吸引到周邊不少地方的人 一起去到當地感受一下 究竟中國人有怎樣看日食天文現象 休息一會我們回來繼續 現在想為大家推介季完美的兩個新產品 和頭髮無關的是沐浴露 一款就是有高效保濕爽膚 抗敏修復功能的橄欖滋養香薰沐浴露 另外一款就是擁有高效保濕透亮淨白 和角質調理功能的青檸美白滋潤沐浴露 如果你有興趣免費獲得一份感受版的沐浴露 來試一下立即打電話登記 55668299 成功登記的話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同一次免費體驗療程的服務 快點打這個電話 55668299 緊張會否引致脫髮 緊張壓力大都可能增加油脂分泌 影響頭髮健康 所以淨化無狼步驟很重要 配合疏通經絡頭皮放鬆舒服 又可以改善脫髮 頭髮問題和AI chat 不如和黃生chat 打電話和我check一下 中國人對日食的科學解釋就是 是陰 陰侵陽的現象 在中國古代很早就視月亮為陰 遮蔽了被視為陽的太陽 而造成日食現象 古時還有一個說法就是月盈則食 即是說月食的現象總是發生在滿月的時候 中國人一般對日食都不是有一些很良好的感覺 絕對不會像美國人這樣親住日食 我們去舉行婚禮 應該就不會了 因為歷史上日食經常和災難有些掛勾 很久很久以前的歷史 在南宋滅亡的前夕 1275年6月25日發生了一次日傳食 這是記載在宋史天文字裏面 每次日傳食的傳食帶都很窄 地球上只有極少數的地方是看到這個傳食的 但是1275年那次的日食 傳食帶正好是通過南宋國都臨安 即是現在的杭州 而傳食的階段是長達近六分鐘的 人類對於日食那種的天然畏懼 和其他動物沒有甚麼大的差別 在文明之初日食就和災難好像永遠都牽著手一齊 還和政治是難分難解 根據史料的統計 在日食集中出現的年代 發生動亂和戰爭的概率是95% 而發生各種自然災害的概率是95%以上 在近代日傳食或者日環食也好 集中在中國發生的年代有四個 期間都有很大的災難 例如在1842年7月8日傳食出現了鴉片戰爭 在1848至1957年日食有三次 出現了太平天國 英法入侵 大洪水大地震大黃災 1869至1875年有四次日食 同時都有大洪水大旱災大瘟疫大地震 而1875年4月6日日傳食 同時也出現了長江特大洪水 還有營台大地震中越戰爭和各種大瘟疫大災難 1936至1943年日食有三次 亦正值於抗日戰爭大黃災大饑荒 1965至1968年日食有三次 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和多次的大地震 究竟是巧合還是有因果就不得而知了 古人為何如此忌諱日傳食 在後漢書誌第十八章裡有這樣說過 日食雪藥 日者太陽之精 人君之障 君度有虧 為陰所食 故食食者 楊不赫也 意思就是說 日傳食和帝王人君是有關的 是君度有虧而造成的 還解釋到管子曰 日掌陽 楊為德 事故日食則失德之國無知 日傳食的發生 被演繹成為和失德有關 古人記為日傳食的出現 就是怕會導致亡國和亡軍 難怪古代的君王會因為這樣 就會立刻做一個叫醉己詔 修其德 大赦天下 希望藉此可以避開這個災禍 你對日食又會不會有恐懼之感呢